駕駛方面 協平西博龍舟節一年兩日在溫市福溪舉行 因應會場附近日前有污水洩漏 大會加強衛生措施 吳慧基報道 龍舟徑道 砧波斬浪 一年一度的協平西博龍舟節 今天在溫市福溪拉開序幕 參賽選手鬥志滿滿 拿上船長 换隨著股星駛向終點爭奪晉級名啞 我們有約250都出門usion 從Canada 美、西、澳大利亞 競爪今天 因應會場附近街道 有污水洩漏到腐溪 主辦方為了確保衛生安全 為結束飛賽的選手 準備了洗手前和移動濫浴設施 參賽選手表示 塞隆洲的團隊精神支持 他不遠萬里前離飛賽 不是關於人格的 而是關於人格的 今年龍舟自身加入旁拍無人機花式飛行表演 大家可以在今晚九點半於福梯東北岸 即是溫高華科學管道卑斯體育館一大觀賞 新時代電視吳慧基報導